办理多年的金风萨布尔部落 青年成长营20号是开训了 由青年会干部带领着部落青年学子 进行部落打扫活动 也透过了游戏让青年们相互的认识 而这一次有五位男青年和两位女青年 即将加入青年会 并且分别进行了杯秦才 以及鞭花环的仪式 让青年从中展现团结之外 也希望借此教导青年们部落文化的记忆 让文化可以传承下去 青年合力将琴柴背上肩 要绕部落一圈 这是加入部落青年会的过程 昨晚回到青年会所 还要冲破人墙进入到会所内 展现坚毅勇敢的精神 才能完成加入青年会的仪式 让青年们从过程中 了解男青年在部落的角色相当吃重 也体会团结的精神 我们刚刚有那个 砍木权 绕那个整村 然后 那个 我们分工合作 然后有排那个 排那个 最顺序 过很辛苦 那你刚怎么想的 就 赶快 躺完 然后赶快到这里 然后结束 我们想说 要撑完 可是 因为有一个同学 他就 很坚持要帮我 然后我就 给他这个机会 给他 带来这边 我本来在后面那边 然后他说 我帮你躺了 就给他 所以也展现了大家 互相合作的精神 你跟我还会是一球吗 我觉得刚刚应该是 我们还会 最合作的一个阶段 这次进窝乡 新兴村扫币部落 由五位男青年 与两位女青年 加入青年会行列 因此分别进行 杯琴柴与编花环的仪式 并借由青年成长营 开训日 进行入会仪式 而部落举办多年的 青年成长营 借由部落清洁与游戏 让青年们相互认识 也为部落贡献心力 并从美食制作 山训等课程 提升青年 对部落的相信力与归属感 这几年来 我们要提倡的是 让年轻人找到自己 对部落的 为部落服务的心 跟归属感 然后透过这个课程 去让部落年轻人 跟部落的老人家 跟部落的长辈 有更多的接触 然后去让大家 可以更彼此认识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自己成长 也让部落可以更新壮 其实我们这次的讲师 都是找部落的老人家 跟壮人 让这个年轻人 可以更多了解自己的文化 这次扫比武部落青年会 以青年角度思维出发 规划相当多元的课程内容 也希望借此 从中了解 部落历史文化脉络 以及部落族谱等 并将文化保留 传承下去 就讲解静风相报道